在台湾举办13年的烈火特会 近年吸引各国组团前来 单单马来西亚今年就有近千人来台 主办的行道会大家长张茂松牧师 从省领寿要把火点燃到马来西亚 于是今年6月初在马来西亚四地同步举办 我们很单纯的期盼 圣灵像火一样的在教会里面燃烧 它能够烧出一个复兴的火 烧出一个祷告的火 烧出一个信心的火 有了这种圣灵火焰在里面的时候 那么教会只要热了 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们观察到就是我们这几年期过 台湾烈火特会回来的教会 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有很大的突破 烈火特会它强调这里 要有很长的祷告 生命充满然后神的话语 所以这三方面我相信 他回来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会有一个火热的信心 这次特会期间 正逢长假 预期规模不大 但各东派教会反应热烈 每场都超出主办方的预期 场场爆满 每次他们一回到来 他们就感觉很火 所以我就非常期待这次马来西亚的特会 今年我们教会是第一次参加台湾的烈火特会 在参加在这个聚会的中间 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更新 回到教会之后呢 我看见他们在教会里面的事风满有突破 而且呢 看见他们呢 对人呢 对教会呢 是充满那种的热情 行道会出动五位主任牧师 信息围绕在信心 祷告和圣灵充满 两天的特会中 透过圣灵的代理 弟兄姐妹 属灵的眼界被打开 我最大的领受就是 我们爱主的火不能够熄灭 然后那个祷告的火不能够熄灭 上帝的大能 真的应行在这个地方 使得每个人在灵里面 祷告 敬拜 等候 呼喊 等等的事情上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上帝在这一次事情上呢 已经成就了那一个复兴的浪场 当众教会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呼求 神就降下复兴在马来西亚